Hello, you are watching CGPS Campus News 因為一封來自菲律賓的求術信 長康國小五年級的小朋友 在這一個月來化身成小記者們 記錄校內的防疫措施 並剪輯成防疫影片 透過視訊雙邊交流進行防疫國民外交 我在12月份的時候 接到這位網友 Abby老師 他是來自菲律賓師範大學的網路求助信 他希望台灣的學校能夠提供 我們防疫一天的作為 作為他們菲律賓學校到校上課的參考 於是我們跟五年級的老師討論 讓整個防疫這個議題融入課程 小記者們使用手機、平板等工具 記錄一整天同學們在校內如何落實防疫 並練習使用英文來撰稿、配音 最後與老師們一起製作成中英雙語影片 同學們直呼很好玩 我覺得覺得用手機跟這樣拍攝 我其實是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有拍就是拍一天的防疫過程 然後在家我們也要多長洗手 大家好 各位 此外,學校也安排小朋友們和求助的 菲律賓師範大學學生Abi視訊 讓對方了解台灣學校如何進行防疫 同學們也藉由提問 了解菲律賓的疫情現況 雙邊交流都頗有收穫 我覺得我們拍的影片能分享給菲律賓 他們讓我們感到很榮幸 因為能幫助到他們菲律賓能做好防疫 讓他們能減少感染的機率 我負責是問他們現在的狀況如何 講說幾個人確診 每天有幾個人確診 我可以學到更多英文 因為那些單字有些我是沒有學過的 長庚國小將防疫措施融入課程 不僅讓同學們能活用英語 以及課程所學 也更加了解防疫的重要 校長謝明傑也期盼 希望提供學校的防疫措施 給菲律賓的學校老師參考 大家一起保護學生們 不受新冠病毒的危害 記者劉雨婷 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